不论祭典大小白天或是晚上 少祖女祭司都不能缺席 因为少祖任何生命礼俗或祭典仪式 都必须让祖灵知道 因为作为少祖族人与祖灵沟通的媒介 地位是非常崇高 祖灵骂在少祖的重要性相当大 因为就是有神祖骂我们才跟祖先沟通 这是一般平常不是神祖骂人无法做的 所以是很重要没有神祖骂人 等于少祖的生命祭典或是一些文化 可能会崇属会消失 少祖的妇女要从事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工作 妇女意愿跟条件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变成在女祭司方面的传承 出现很大的断层 这是现在少祖女祭司正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 因为要担任祭司除了传统上身份严格规定 加上责任与工作繁重 让目前少祖只剩下五位女祭司 目前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除了传统资格上不符外 要精通少祖语言的人实在很难找 所以在祖语方面的话 他也要先有一定的基础 才有办法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点基础 他有办法去念这个祭文 因此议员是庆隆建议 除了族人能够开放担任女祭司的资格先之外 并且要推动女祭司列为国宝文化继承者来加以重视 这样才能有效帮助少祖女祭司呆呆相传 目前少祖的五位女祭司 平均年龄都有七八十岁 面对每年大小祭典的进行体力上都无法附和 如何赶快解决女祭司继承的问题 就成为少祖目前在文化继承上最大的挑战 明镜需要华与华与此采访报道